其实影片速度放慢这件事情 在技术上来说是非常容易可以做到的 但是呢 西平方从来不会这样做 最主要的原因是 真正的外国人 也就是说的英文母语人士 他们在平常日常生活说话的时候 从来不会为了我们 而去放慢他的语速 所以呢 如果要我们能够听懂 他们日常生活在说什么 我们要不断地去适应他讲话的语速 我们把每一个字 每一个表达方式 他的意思统统搞清楚之后呢 我们来去一次又一次的重复听 去习惯他的语速 这样子我们在日常生活中 才有可能听得懂外国人真正的对话 现在就立即下载公司的App 进行体验吧